那这样你才可以进化自我 也可以进化众生 那个叫法身常住 因为你已经进入一个真理的生命状态 空性跟背心 那你就像一颗气泡一样 这个气泡虽然它是短暂的 但气泡可以显现所有地方的颜色 就像镜子一样 所以你是黑色就印在我里面 你是红色就印在我里面 这个代表你可以解决它的问题 因为印在里面的这个红色也是虚幻的 但是你懂得去把这个红色虚幻掉 进化掉 你又能够了解对方 又能够超越对方 所以佛教的超越并不是说我解决你痛 而是解决你那个错误的知见 这个愚痴执着 我在生病 我在被骂 我在失恋 因为如果你用空性 金刚般若 可以成就一切波罗蜜多 所以绝对的空性 但是你有大悲心 那就像一个颜色可以 刚刚讲的摄影机也好 水泡一样 可以吸收各个同影像 但是你又可以知道它 如何把它放化掉 这个影像吸收来 不破掉了 没有了 也没有痛苦了 就像达摩祖师跟恶祖师说 我心情很痛苦 好 心给我 解决了 心给我了 对方就凯悟了 哪有一个真实你的心在痛苦 你执着你在痛苦 那就是痛苦 根本没有一个你在痛苦 平平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认为 我老公欺负我 我太太对我不好 我身在一个不好的家庭环境 它充满了一个怨气 我不接受我这个脸 我每个人都在 都在这个范围 像我这样讲 你有一点了解 但是要别人提醒你 提醒你还要拿个铁锤 我跟你说 不然呢 你还打不行 所以如果各位 你真的要进步一小步 对方要打你多少锤 那你要有这个准备 如果 哦我不敢 我喜欢 慢慢的快乐的修 边睡觉边念佛 躺在按摩椅上 那这样也可以啊 但是太慢了 如果你要 你要难行到一成佛 那你要敢征服自己吧 所以诸佛佛萨大慈大悲 讲出快乐法门 弥勒净土 清净法门 西方极乐世界 欢喜法门 东方妙喜净土 那没有关系 但是唯一的目的就是说 你不要 这个人呢 不能活在现世的快乐 至少追求来世 这样的 你叫 舍弃今生 舍弃今生 艳离世间 修菩提心 你要把这一辈子拿来修行 就像各位今天 我们大家都不是来赚钱 对不对 大家这么努力 修一点苦行 还要随喜布施等等等等 但是很有意义啊 所以舍弃这个世间 不为自己进入一个法的修行 我们要修菩提心 那有这个菩提心 今天各位回家干嘛 阿底下尊者 以肆无量心 大悲愿行 去利益众生 所以 不管你走到哪里 就看到牌位 刚刚我们在回家 你在沿途看到人家 在卖咸酥鸡 卖沙僧的 那都是你要慈悲喜舍的对象 偶尔他们在吃素 除了水洗 愿他们吃到灾 除了嘴巴的素 变成内心的清净 进一步帮助众生 那你要开始这个大悲心愿 开始去帮助整个世界 那为了要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你要 修各种的资粮 没有各种的资粮 我地上金很好 那问题是 你怎么推广地上金啊 我要让人家看到那个影片 那你要买广告要花钱 所以我记得以前 我最早期在 别人的电视台在弘法 有一个劳菩萨他说 我念佛很好 我要买 买时间 对方应该讲说 六秒钟不知道多少钱 他竟然出钱了 每天给他播 六秒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每天要付几万块 但是我跟他老板说 你心不好 这个是佛教的电视 你老菩萨没钱 你还给他讲多少钱 老菩萨你还六秒钟 我给你钱 你这么慈悲 后来当然 我必须离开这种地方 为什么 哎呀 拿着佛教在捞钱 所以 但是只是说 我很赞叹这位老菩萨 这样 他为了让人家听到佛号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利用各种方法 就是说 像很多人喜欢带着炼珠 那不是说 带着炼珠 材质不错 像我这个是五台山 你有盗墓 你也没有文殊菩萨的智慧 我拿了代表 我是从五台山回来 那个样子 像屠宰场回来吧 五台山 我是从普陀山回来 还在吃肉呢 你普陀山 普陀山是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地方 你去那边 熏习了一个礼拜 回来像 怎么不是一个修行人 那人家觉得 你去那边干嘛 所以同样的 各位 你带个炼珠 那今天各位来守八幻灾戒 那你要显现出 那种法位 让跟你做 你要一直注意自己 因为 我永远讲这句话 佛陀讲了 空性是 你时时刻刻在影响的世界 只要你有意识存在 这个起心动念 就在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就像冷气一样 它是空性的 但是它却会动 静止的空气 但是它会流动 静止的流水 但它在流动 意思说 冷气本体是空性的 想也知道 但是它却可以 净化这个世间的热闹痛苦 让我们凉快一点 所以你的心 要安住在无我的 绝对无我的 空性 我这个身体 哪里是 我这个身体是世界 就像我们活人 要像死人一样 当你尸体埋葬火化的时候 土归土 活归都会念这句话 对不对 那你现在本来这个身体 就是归地水活风 就像暂时一个气泡 气泡 碰 随时就破了 但是 虽然是有短段的时间 但是我希望 这个暂时存在的生命 能够显现 利益重生 像冷气一样 它不能停 所以虽然讲空性 却不退转的 大悲永恒的 大悲无尽的 再散发清凉 如果有人把垃圾 丢在你家里 你会气死 那各位在路上 不要把垃圾丢给别人 你的威仪 你的想法 你讲话的声音 就一直在散播的 对跟错 佛教很喜欢用莲花 不染拙 却显现 柔和美香 哇 好美的莲花 虽然讲空 不离有的因果 虽然讲因果 但是要知道 因果的本体也是空性 善业恶业 一切都会过去的 天道也好 地义道也好 这些都是暂时的存在 所以 但这个暂时的存在 决定在你的心态 就像我们超度 赶快给他念心经 除魔 除烦恼 除执着 又请阿弥陀佛给他加持 往生咒 马上就要拔除掉了 他如果当下的内心接受 那个时候他融入了 他不能说 我在地狱 我在地狱 你给我念什么 那你就不要想你在地狱 我现在念心经 你就进入心经的加持 念往生咒 念七佛如来 你马上就 当你眼睛睁开 到了别的地方 因为你融入于这个法 你接受 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法 那你就说 他只是一个声音 又在念心经 天天念心经 会不会换一种 然后他就会起烦恼了 所以有时候各位 当你在念同样的经典的时候 起烦恼你要小心 那有些人说 那就不要念了 我天天念大悲咒 有什么意思 但是你要想想 众生的苦永远都在苦 死了又生生了 所以大悲咒不能停 所以叫咒 咒就是守护我们的心相续 不间断 所以而且这个不间断 变成一种怨 现在很好了 科技太好了 二十小时替你念 你睡觉吧 那这样也错 重点是 当你看到这个转经伦的时候 你马上融入于这个转经伦 功德也供养转经伦 这个转经伦 在供养诸佛不间断 这个转经伦 在慈悲六道不间断 这个转经伦 在进化自我不间断 人就是精伦 精伦就是我 你要合我一体 练诸就是我 我就是练诸 佛像就是我 我就是佛像 花就是我 我就是发 所以各位要开始练习 无我而进入这个 就叫归 归佛 不要在于我的想法 只有菩提心 归佛 那要进入空性 不伤害众生 帮助众生的空性 归身 一种绝对清净的 融入于真理 真理是什么 慈悲 大乘回家是慈悲 在小乘是清净 那就叫 南摩 归佛 归法 归身 也有在归一的时候 我们得到戒体 也有在得到戒体的时候 好好守戒 就进化自己 又改变世界了 所以 我想 这个地方很黑暗 五昨二四 但是点灯点个五分钟 也好啊 而且这个戒体 不一样 像我们叫身口意 戒体是意的戒力 当今天各位晚上 十点睡觉了 十一点睡觉了 那身跟口的 这种功德就停了 因为睡着了 但是戒体的功德还在 戒体的功德 你可以24小时之内守护 因为你发的愿 一日一夜 如果你能够发愿 敬畏来寄 那你的戒体的力量 功德太大了 敬畏来寄 保持这个清净跟悲心 那做一个出家人 这是基本 行菩萨道 不能够离开身文戒 讲身文 不能够离开世间人天的 善恶修善 所以如果你伤害父母 如果你违背师长 那你甚至你 破坏这个叫欺逆罪 你连持戒的功德都没有 那不行 所以这个 包括再戒的内容 就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各位只是说 不管哪一个仪鬼 从早到晚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他为什么要甘露事实 他为什么要佛前供养 他为什么要忏悔 这都有一定的意义 那这个意义要对你有 真实有帮助 所以早上我们念了一遍 忏悔记用唱的 那对你要有真实的进化 这个衣服洗一遍了 再洗一遍了 洗酒就会干净了 所以各位最好 经常拜拜 梁皇宝颤 自己拜 三昧水颤 有各种的颤本 因为那是一种经典的精髓 又能够思维 又能够忏悔 又能够发心 又能够得到佛的加持 好 那各位手上有一张 八观宰戒的法药 这里面 我本来要重新打字 编字序 但是我还没时间这么做 不过我故意发这个 copy的给各位就说 我这是老实这样操 我每天 每天都在 一停下来 我就开始忙这些 除了他们行政的事情办完 不想浪费时间 不想浪费时间 因为 佛不再是经典 就是佛陀 你要 看完任何的经典 这个世间 经典好像不要钱的一样 到处有人注印 那各位要抓他 赶快 任何一本书拿来 里面都有一些 很好的道理 乃是世间法 世间的新闻 我每天看半个钟头 里面都可以找到 很多很感动的事情 而且告诉我们 世间的真相 所以昨天 他们给我一个片子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 就是有一只小鹿 它要过河了 对不对 跑啊跑啊 但是他不知道 旁边一只大鳄鱼 冲过来 所以那只母鹿 更快 更跳的 跳到他的小孩子的位置 跟鳄鱼中间 乖乖的 眼睛看着小孩 然后他被吃掉 他救了小孩了 他的小鹿伤害了 他被吃掉 一点挣扎都没有 这个就是妈妈 这个就是佛的意思了 所以简单的说 一个人不孝顺 那就不是人了 但是佛更是如此 所以所有的众生 都对我们有恩 就是想自己的妈妈